哈喽大家好,我是老翻新看的大白 上次咱们讲了脆脆杀爱情故事 今天来看看性转版同仁 在虚拟游戏内大杀特杀的故事吧 因为太怕痛就全点防御力了 又称盾娘,众所周知 打游戏带盾就像峡谷遨上路带辅助一样 不是肾虚就是尾,盾娘就不一样了 他爹最后的盾挨最毒的打 他叫小枫,是本作的主人公 被还有李沙安利了虚拟游戏后 就被对方用考试的理由放了鸽子 小枫只好自己先进游戏 他这个人吧,天生怕痛 本想选法杖站在后面 但眼前出现的大盾加短刀的组合 吸引了小枫的注意 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个游戏ID 梅普路毅然居然选择了大盾 并且将128点属性值全点了防御 他想的挺简单 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挨揍了 梅普路是个游戏白痴 不知道属性分配 进了游戏才发现大伙走的都比他快 在3号重来还是先玩一玩之间 梅普路选择了后者 他在路边问一位金发少女 得知打怪的方向后 当即前往了森林西边 据说那里特别适合新手 梅普路抵达森林 先是被兔子攻击 他一看对方没造成伤害 便站在原地让兔子撞 结果一战俩小时 兔子没死 梅普路连盾都没破 反而还获得了新的被动技能 绝对防御 在原有防御值上翻3倍 这时兔兔不堪受辱 撞了大盾当场去世 梅普路摸挨过后 又将升级的点数全加到了防御值上 意识到能够通过毒叠加抗性后 梅普路假意装死 当毒风朝着他丢来毒液炸弹之后 梅普路一个回手套 当场贯穿蜜蜂的大脑袋 等级一跃升到八级 并且拿到了技能一小伯大 毒抗性终极 还获得了毒风掉落的HP回复戒指 什么叫行走的欧皇 这就是行走的欧皇 梅普路打了一下午 没忍住在游戏中睡着 这时丛林中出现的怪物包围着他 路过的红盾大哥看来都陷入沉默 等梅普路醒来后 发现自己一睡三小时 同时还获得了技能冥想 使用后每10秒回复最大HP的1% 持续10分钟不消费蓝条 但冥想期间不能攻击他人 梅普路立刻支愣起来 就发现一堆怪物围着自己 他吓得挥刀乱砍 成功拿到挑衅技能 又将剩下的点数加到了防御 看时间不早了 梅普路决定下线把作业写了 果然不知游戏论坛内 关于他在森林睡觉的消息已经传开 当梅普路再次上线后 见别的玩家都穿的花里胡哨 只有自己扑扑素素 于是他对着过路的红盾打了声招呼 红盾昨天见过他 得知梅普路想买装备 不知道定制时 就肯定他是个新人 红盾大哥人不错呀 带着梅普路去了制作工坊 红盾名叫科鲁姆 而工坊的蓝发小姐姐叫伊兹 他得知梅普路是怕痛在点的防御率 于是推荐梅普路使用防御特化里的大盾 不过梅普路并没有攒够定制装备的金币 俩人便推荐他去独龙迷宫刷怪攒钱 科鲁姆跟着梅普路加上好友 本着照顾新人 科鲁姆还送了他一些药品 推荐迷宫副本 本意是好的 但俩人忘了梅普路是个新手 并不知道去迷宫要组队打 快逃啊独龙 梅普路果真一人进了迷宫 内部的毒素 对他这个自带毒抵抗的技能无用 梅普路在击杀史莱姆的同时 还拿下了盾攻击的技能 这么一路走走停停 最终进了迷宫深处 三屠毒龙做梦都没想到 那么今天闯了鬼了 他对着梅普路吐息 毒液融化了大盾和短刀 这个毒性梅普路很难扛住 好在他等级低 毒虽然对梅普路伤害高 但科鲁姆给的小药水 足够梅普路直接回满血条 就在一人一龙来回不畏的时候 梅普路成功通过磕药挨打 再磕药再挨打 拿下了毒免疫的技能 从此毒龙的噩梦开始了 他卷起梅普路 准备将他吃进肚子里 谁知梅普路见他亮出牙齿 不甘失误的张大嘴 一口咬住了毒龙的尾巴 毒龙吃痛的甩开梅普路 梅普路虽然觉得味道不好吃 但是也不是为一种攻击的手段 于是张大嘴三两下 叫毒龙给啃了 一代迷宫boss 堂堂毒龙 竟然就让他这么活活啃死了 简直就是悲剧啊 击杀boss过后 梅普路独孝 进化技能为毒龙 并且获得了毒龙吞噬者的称号 来自刘庸战神的守护 有了这俩东西后 他便可以使用毒龙的攻击技能 并且还能抽毒龙的血条 再打开宝墙一看 好嘛 单人手通奖励 专属装备 欲强则强 破损修复后 数值翻倍 梅普路简直狂喜好嘛 他将剩下的点数也全家的防御 下线后 打电话告诉好友游戏真不错 好友点点头提醒他小心刻意 这位李莎也不是普通人 他桌上正摆着电竞大赛第二名的奖杯 而自从梅普路通关后 他的情报开始在游戏论坛流传开了 体验到游戏的乐趣后 梅普路开始炼击了 嘲讽拉怪 麻痹其手 爆炸飘虫 拿来吧你 可能是这种丧心病狂的吃法 很快梅普路就拿到了戴鹅人专属技能 他将恶食技能装到了自己的心拿大盾内 最近游戏要开新活动 台命高将获得限定奖励 梅普路还是第一次参加活动 心中也想冲一冲活动奖励 李莎马上要月考了 最第一次活动没法参加 梅普路独自参加活动比赛 这模式是玩家之间的大逃杀 被传送进去后 会有专门的摄像头跟拍 梅普路拿盾也不好行动 于是干脆坐在原地等人来找他 很快第一名受害者出现 他一刀下来 当场被自带恶食的大盾吞噬 所在角落的三兄弟组合觉得问题不大 就算梅普路躲过第一道 第二到第三道攻击也会立刻落下 没想到梅普路拿到了麻痹技能 一个范围拿臂 三兄弟当场倒地 成了大盾上叠加的宝石 随后越来越多的玩家主动送上门 梅普路来日者不去 围观直播的玩家纷纷感慨 这是什么特殊职业 都杀了上百个玩家了 就让成伤为零 本以为是盾装备太强 谁知下一秒 梅普路的脑袋弹开了流星锤 人群一片哗然 面对一大群玩家将自己包围 梅普路小手一抬 毒龙的毒液涌出 将整个战斗台包围住 观众惊开不已 这是什么怪物 消失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活动机箱屋告诉梅普路 活动时间还剩一小时 活动前三分别为裴音 觉得梅普路排在第三位 没等他高兴 机箱屋又宣布 活动进入倒计时 他们三人将在地图上显示位置 玩家们在这段时间内 击杀三人中的任何一人 将获得翻倍几分 话音刚落 已经有骑士举着长斧冲了出来 梅普路接下略带歉意的笑笑 抱歉 没有用呢 说着用大盾将人吞噬 大盾张嘴吐出致命毒物 反应快的玩家 拔腿跳牙 慢半拍的 直接被梅普路的麻痹技能放倒 当场去世 观众哪见过这种架势 脸都被吓黑了 随着比赛结束 前三位顺序未变 梅普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不小心咬到舌头 天然呆的样子 让不少玩家都对他心生好感 李莎在得知这个结果的时候 大吃一惊 在为了梅普路这段时间的经历后 李莎明白了 她遇上了欧皇 还是官方没发现的欧皇 李莎开始逐渐琢磨 选什么职业配合梅普路 远称法师太普通了 于是她决定玩回避盾 大家可以理解为刺客 野王是这个游戏中最难的职业 回避盾靠敏捷躲避伤害 梅普路还在犹豫 盾和盾之间组队真的合适吗 听李莎说 两人组队免疫所有伤害 当时就心动了 李莎顺利通过月考 当天就和梅普路一同进入游戏 她不愧是拿过电竞大赛季军的人 李莎在技能点上就颇有想法 舍弃了不必要的技能 全顶在能互补的属性上 她提醒梅普路 虽然现在的饿石大盾 能吃下所有攻击很好用 但这样一来 条件是承受攻击才能获得的技能 就没法拿到了 梅普路说 自己得准备另一个大盾 一字说 一套大盾下来大概100万金币 梅普路有了黑盾 准备再来一套白盾 所需要的材料 就在南边的湖泊 那里的白玉鳞片是个不错的材料 于是俩人一拍击合 决定前往南边湖泊 这时李莎发现梅普路速度太慢 于是她靠着60敏捷 背着梅普路一路向前冲 李莎只用负责赶路 梅普路麻痹加盾能 除掉一路的魔物 操是移动要塞 俩人在湖边开始钓鱼 李莎敏捷和灵活点都比较高 比梅普路钓得快 她决定下水看看 这游戏还有个玩家能力 一般玩家现实运动之力越出众 在游戏中也会显示出来 于是李莎潜入湖底 湖面下方刚好有个隐藏副本 李莎决定在湖边练习潜水和摒弃 准备拿下水面下的副本 梅普路当然是第一个支持 于是俩人开始在附近练击 李莎将潜水和摒弃跌到实际 但只有20分钟的时间让她战斗 梅普路没有敏捷 遇水就沉 所以没法帮她 只能再按上计时 李莎潜入水地迷宫 也是运气好 下方居然有空气 让她20分钟重新开始计时 怪物出现 李莎摒弃潜入水中 开始和大鲶鱼战斗 她敏捷支点的高 鲶鱼在水中居然无法攻击到李莎 被认真起来的李莎 三下五出二的解决掉了 虽然死得有些憋屈 但绝对比毒龙好多了 这样一来 李莎也成功拿下了专属装备 俩人美滋滋地决定回城 去购买加速鞋 俩人一个高敏刺客 一个铁头盾娘 组合起来 妥妥的高宝商移动要塞 又殴又强 结果被官方削弱 是种怎样的体验 梅普路那个加装了 恶食的大盾实在恐怖 官方在活动后 连夜追加了恶食技能 限制使用次数 一天只能用十字不说 还追加了一些防御穿透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策划这一波是在针对梅普路 为了防止出现 梅普路那样的怪物 怪物AI也跟着升级 导致绝对防御技能 变得十分难以获取 虽然梅普路被削了 但这样一来 就显得梅普路强大的有些可怕了 这都让梅普路心中 有些小小的激动起来 官方开放了第二层的地图 梅沙在准备去第二层之前 先约梅普路 将第一层没去过的地方逛一圈 梅普路为了保护梅沙 构入了新的技能 掩护冲锋 俩人出了店 路边一对粉绿双胞胎少女 正在看装备 梅普路没忍住多看了两眼 来自乌黄的凝视 这时梅沙提议去看看甜品店 俩人进店 众人的视线都忍不住看向梅普路 因为此前的战绩 梅普路现在可是游戏内的大红人 这游戏还真有几分刀剑神域的味道 内部和现实大差不差 同样能品尝出食物的味道 俩人一边品尝甜品 一边聊起游戏的第二次活动 梅普路希望能组队 他可不想和李沙战斗 这时隔壁中的玩家主动来打招呼 原来他就是上次活动的第二名绝德 绝德的队友也是上次活动的第五位 都拉股 二无崽组合 笑死 都拉股组合 就是梅普路新人时期 遇见的金发少女的队友 那位少女叫夫雷 他也没想到随手指路的新人 居然成了活动前三的有名玩家 正好这时 第二期活动公告出现 居然是可以组队的通知 梅普路惊喜不已 李沙也很佩服那两位玩家 居然是活动前五 绝德却说 他们俩加起来都打不赢第一的赔赢 那一家伙可是个技术玩家 也是第一个抵达二层的人 四人聊了一下 李沙问俩人 一层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地点 绝德便告诉他 北边森林可以去看看 那里有个可以拿到超加速的任务 但对女孩子来说可能有些挑战 起初俩人还不解其意 等到了现场之后 李沙才意识到 绝德说的难以挑战 并非实力 而是对鬼怪之力的恐惧 确实 李沙很怕这些东西 但梅普路却觉得十分新奇 花花绿绿的多好看呢 李沙害怕的躲进了屋内 这时桌子下传来了叫声 她吓得尖叫抱着了梅普路 梅普路比较冷静 她一掀开桌子 在地毯下方 发现了隐藏任务的入口 俩人下去后才发现 有个浑身是伤的男人 被捆得瞪得上惨叫 李沙强人恐惧 对其使用了治疗 最终男子满脸幸福的 被活活奶升天了 李沙也顺利拿到了 超加速的技能卷轴 之后李沙又将梅普路 带到了游戏中的永恒夕阳景点 要不怎么说欧皇呢 逛个风景区 海浪都能给他俩打上来 粉色珍珠当定情信物 俩人准备在明天通关第二层 大盾连用四次 第五次小型boss登场时 李沙对着大盾使用技能 慎气楼 小boss见梅普路大盾消失 迎头撞了上来 俨然不知这是技能效果 当场就被恶食 吞进了大盾内部 随后两人进入boss房间 植物根基化成了巨大麋鹿 朝两人攻来 梅普路局盾挡下 同时召唤毒龙 对麋鹿发动攻击 没想到对方就连自带防御系统 绚烂的屏幕 一下在俩人眼前张开 李沙让梅普路拉住boss仇恨 自己开启超加速 从旁边观察麋鹿的防御机制 他一眼看见 麋鹿脚上挂着的苹果 立刻指挥 梅普路将苹果打下树枝 果然防御机制被打破 李沙上去就是一个锋刃 梅普路使用恶食的buff释放技能 但没想到boss开启自保 虽然李沙救驾及时 但梅普路还是被爆炸 眩晕无法动弹 好在李沙是个靠谱的高丸 他飞不上麋鹿的后背 锋刃接二连斩 然后绕树翻身 一个重机流星一般的砸了下去 将麋鹿彻底斩杀 梅普路直接躺赢 俩人登上二层 见到了伊兹和科罗姆 得知伊兹都在二层开了店 四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李沙便带着梅普路去吃了一顿星空烛光晚餐 直接给俩人吃出了彩虹特效 紧接着第二期活动即将开始 这次的活动任务是收集金币和银币 游戏副本内部将延长时间 玩家现实只过了一小段时间 但在副本内会被拉长之一周 十枚银币换成一枚金币 金币可以用来兑换技能 第一期活动前十名都有一名金币奖励 他们在广场上遇见了科罗姆 原来科罗姆也是第一期比赛的第九名 这时隔壁正在对成员发表热血演讲的红发美少女 引起了梅普路的注意 科罗姆告诉梅普路 这位女玩家叫密依 是一期活动中的第四位 也是位实力强大的玩家 随着吉祥物倒计时结束 所有玩家都被传送到了游戏内部 进入副本之后 梅普路和李莎开始了悠闲的旅行 副本内十分空旷 没什么玩家出现 正当李莎琢磨要不要去找找迷宫时 没想到走着走着 欧皇开始发功了 梅普路一脚踩进了伪装的迷宫内 李莎赶紧追了下去 下方果然是个隐藏迷宫 俩人推开迷宫木门 李莎走在前方探路 眼看攻击要落在她身上 梅普路一个掩护冲锋挡住了伤害 紧接着李莎开加速上前 没想到梅普路居然将掩护冲锋 当无CD闪现使用 李莎先是一惊 然后就见梅普路被小丑一棒锤打了出去 要知道掩护冲锋下 树爪的伤害是翻倍的 梅普路却是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笑死这点背数压根破不了她的防 于是这技能从一生一次的闪现 成了屈辱的无CD顺移技能 紧接着李莎开启超加速 不断朝小丑工具 趁小丑追击李莎的时候 梅普路这个老六从背后召唤毒龙 大鼓毒液洒下 小丑被当场送走 俩人顺利通关拿到了两枚银币 之后他们被传送到雪山附近 虽然是雪山 但并没有寒冷的迹象 俩人上山后 就看见不远处有一扇门 看那架势应该是boss站 这时 克罗姆出现在俩人身后 李莎走到梅普路身边 露出防备姿态 不过克罗姆并没有要战斗的意思 梅普路估摸者既然都是熟人一场 那就将这个通关副本的机会 先给了克罗姆 李莎当然是站在梅普路这边 俩人本打算下山去寻找别的遗迹 没想到克罗姆前脚刚进去 后脚遗迹居然又可以进入了 要知道 一般副本只是允许一个队伍进去的 可是这才一分钟不到啊 克罗姆你在干什么呀 俩人怀疑副本内出现了强力的怪物 果然传送进去后 就是一个巨大的冰窟 上头飞下了一只青色鸟 乖乖这和急动鸟是亲戚吧 大鸟劈头盖脸的 就是大量冰柱砸下来 梅普路不能使用恶食 当即丢下大盾肉身皆伤害 幸亏攻击不是防御贯穿 没法破开梅普路的防御 急动鸟亲戚差点气死 随后他立刻改变攻击模式 开启大冰块重击 梅普路这才打开恶食 随后李莎急速上前 巨鸟扇动翅膀 没想到李莎这是残影 梅普路的掩护冲锋接了上来 三头毒龙释放的毒物 一口咬住了巨鸟 然而巨鸟冻结了毒龙 血条的没减少多少 打开吐息朝李莎攻去 梅普路开启掩护冲锋 瞬间挡在李莎身前 巨大的光束褪去后 地形都被划除了败子 眼下恶食还剩下最后一次 巨鸟血条下降 开始浑身黑化 准备打出最强一次攻击 梅普路的大盾在接下攻击后 瞬间破裂 他被撞飞出去 身上的装备开始紧急修复 然而黑色巨鸟还没有停下攻击 梅普路只好再次掩护冲锋 又被冲击打碎大盾倒飞出去 见梅普路还能坚持住 丽莎立刻冲到了怪物面前 巨鸟的攻击落在 丽莎的圣气楼分身上 丽莎已经扛着梅普路 站在巨鸟身边 这时梅普路抬手 毒龙将巨鸟死缠绕 彻底毒死 俩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坐在地上 这回可把他们累得不轻 梅普路也在刚才的战斗中 获得了新技能 不屈的守卫者 HP10%以下 掩护队友才能获得的 大盾专属技能 一天一次 当血条掉到1%的时候 无视一次伤害 吓得里莎赶紧给他开治疗 梅普路在击败怪物的毒液中 找到了掉落的羽毛 里莎则在洞窟后方 发现了两颗宠物弹 梅普路选择了龟壳的那边 真是将活命刻入了DNA内部 短时间内 俩人是不想战斗了 俩人离开后 负责游戏运营的策划傻眼了 营业居然被干掉了 虽说本来就是给玩家准备的boss 但他的伤害简直是恐怖级别 专门用来迫害玩家新态的 结果现在好了 被梅普路这个bug干掉了 策划们也很头疼啊 得知弹也被拿走后 运营团队便含泪开始检查 硬币兑换机能的使用方法 怕梅普路又给他们整点新花样出来 另一边 梅普路俩人也发现了 硬币除了迷宫之外 还可以通过玩家对战抢夺 这让专业PVP玩家的里莎兴奋了起来 俩人开始找地方孵化宠物 前方是悬崖 里莎敏捷高 先下去探探情况 他三两步落到悬崖底部 开始给梅普路发信息 谁知梅普路让他挪一挪位置 里莎文言照做 一抬头就见梅普路 居然通过毒液将自己包裹 然后一路从山牙滚了下来 这一时弄得 摄影师今晚夹击腿 这技能多半也只有梅普路能用了 毕竟要毒免疫才行 欧皇不愧是欧皇 从山上滚下来 居然都能拿到一枚银币 两颗蛋在河边被成功孵化 果然是乌龟和狐狸 蛋壳变成了契约戒指 两只猛宠成为了他们的伙伴 这宠物能帮忙战斗 在击败怪物后 宠物也获得了新技能 能够净化和躲进戒指内的空间 有了这个戒指 俩人才进入了沙漠 结果在绿洲内部 遇见了上一次活动的第七位 是一名带刀的女玩家 俩人本想踏踏开一番 一箭战况是二打一 她直接开了个超级加速跑路 这里刹能忍 她刚学的超加速 刷的一声俩人窜了出去 梅仆路在原地一脸茫然 发生什么事了 俩高丸杀到了沙堆中 刀女回首 一只太阳扬银 技术指导造门探着狼 刀女技能落空 反被李莎打出一击 眼看俩人差点干起来 梅仆路从天而降 一落地就触发地面迷宫 三人被流沙卷入底部 这就是欧皇嘛 落地后除了梅仆路 俩人立刻起身对峙 只见他们三人手上都牵了绳索 有点眼熟 捆...捆龙索 将您婆婆狂喜 李莎反应过来安慰梅仆路 刀娘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 三人约定暂时休战 他们也是这时才知道 刀娘叫侠 两边商业互吹后 决定进入迷宫深处 但俩人速度太快走在前面 梅仆路跟不上直接扑开 这时她的欧皇体质再次发作 又捡到一枚银币 小侠也不打算抢 毕竟这是梅仆路自己发现的 紧接着三人进入迷宫内部 听力敏锐的李莎 突然发现内部有声音 三人躲起来一看 之间巨大的蜗牛在洞窟内穿梭 这蜗牛还没有血条 显然是故意缩减迷宫道路的机关 三人被包围后 李莎和小侠同时开启超加速 在两条高速链的拽动下 梅仆路跟着直线升天 而前面的道路也被蜗牛端了 梅仆路眼睛的看见墙上有个洞窟 这时小侠拜托李莎 开了一个跳跃技能 只是高度还差一些 好在小侠半空中开启了位移技能 三人这才顺利跳上了洞窟 免不了又是一顿商业护锤 进了洞窟就是终点 锁链便自动解除了 导箱内的装备 三人分了分 箱子里有两枚硬币 李莎看了一眼梅仆路 见他点点头 李莎便将其中一枚银币给了小侠 毕竟梅仆路比较欧 刚才平地摔都捡了一枚 现在三人正好能够平均分 出了迷宫之后 小侠对于先前主动挑起战斗 对两人道歉 不过两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三人加了好友后 便分道扬镳 现在活动还剩下三天的时间 三天需要弄到九枚硬币 梅仆路发出欧皇的疑惑 这很难吗 李莎摇摇头 其实也不难 毕竟还可以盯一下拥有硬币的玩家 当然现在时间还来得及 李莎并不准备直接这么做 于是俩人开启了宛如旅游一般的收集活动 很快银币嗖嗖往上涨 涨到第十六枚的时候 李莎上岸 发现梅仆路正在和一个红发玩家玩黑白棋 李莎还是有些防备 红发玩家自称奏 他现在才五级 对银币和比赛并不是很感兴趣 进迷宫后 他花了四天时间答题 已经拿到了最想要的东西 魔方 其实这是一个法杖 叫神界疏孤 至于技能效果 奏并没有告诉两人 三人约好活动结束后再去玩 而小奏直接给了俩人一本银币迷宫的提示 俩人来到一级现场 就有四个水池摆在面前 看样子需要同时注水才能打开迷宫了 中间有李莎负责 梅仆路张开渡龙 就这这另外三个池子土毒液 反正上他也没说明必须要水 于是一个四人副本被俩人强行打开 这时他们眼前闪过一道白光 一技震动后 俩人居然沉入海底 面对这一只巨大的克苏鲁 这怪物的处须可相当难缠 总是李莎和梅仆路斩断了触手 对方也会立刻恢复 并且压根不会掉血 看样子只能攻击怪物的本体了 然后让对方泡在水里 这怎么打 梅仆路心生一技 李莎眼睁睁看着他高举短剑 毒龙被召唤出来 三手同时扎进海水中 紫色的蛇手不断朝大海吐出毒液 海水很快就被染成深紫色 好好的一只克苏鲁 因为没有毒抗性 就这么被活活毒死了 策划看了都直接开摆 试图装作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于是俩人顺利通关 拿到了两枚硬币 这时七天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眼看着还差两枚 李莎让梅仆路找个山洞休息一下 自己则带着装备冲了出去 杀红了眼 她带着双刀秒了一对姐妹花 星红圆月中蹦出来的蓝色身影 顿时成了不少玩家的噩梦 最终李莎看着兵器遍地的身后 心满意足地带着两枚硬币回到了洞窟 这时他们又在洞窟内见到了小霞 显然三人都完成了任务 准备找个避开敌人的地方 等待活动结束 于是梅普路用毒液将整个洞口封锁起来 路过的玩家觉得这洞窟 一看就是个牛逼轰轰的副本 感觉等级不够就没赶进去 此乃正确之举 要是真进来了 恐怕面对的就是一个高伤盾娘和俩暴力输出 恐怕比遇上副本boss还要恐怖 总之活动顺利结束 梅普路花光了活动的硬币 换取了两个技能 巨大化乌龟和浮空 梅普路骑上乌龟使用浮空 再通过空降对下方的小绵羊使用毒液 一死一大片 堪称行走的生化武器 活动结束 梅普路第一次连灯七天游戏 李沙提醒他 要分割现实和游戏的区别 结果梅普路打瞌睡 被叫醒还以为要交替忘风 紧接着将同学当作潜在敌人 就连体育课时面对攻击来的排球 他下意识地召唤大盾 下场不言而喻 为了戒断游戏 梅普路三天后才上线 这段时间 游戏内又追加了工会系统 抓到金色小虫子 就能组建工会作为据点 可以不用住酒店了 而李沙早就知道梅普路会想要 在他休息的这段时间 李沙就将金色嫖虫搞到了手 而且还凑够了买房的钱 什么叫神仙队友 梅普路美滋滋地跟着李沙到处看房子 准备挑一个合适的做工会据点 大的太难管理 小的又比较苛产 两人在城内没找到合适的 出了城 李沙告诉梅普路 现在游戏内已经有很多工会了 但其中最有名的两个工会 分别是秘义组建的炎帝之国 和排音的圣剑集结 圣剑内部还有第一期第二名的绝德 第五名多拉股以及夫雷 传闻排音都六十几了 碾压梅普路等人一倍的等级 堪称第一干地 话语间 两人看见了一座木桩小屋 内部装潢非常可爱 也足够宽敞 于是梅普路和李沙当即定下了这里 工会能容纳五十人 梅普路打算邀请上个副本 遇到的小侠和小奏 两人和梅普路的关系都还不错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路过的科罗姆和伊兹 也被梅普路拉进了工会 六人凑到了一起 纷纷举荐梅普路作为工会长 去洞窟采矿 巨大的乌龟在空中漂浮 引来了不少视线 梅普路到底是游戏第一欧皇 名声是不用说的 另一边 李沙和小侠还有科罗姆 也组队去刷怪了 李沙有个技能叫剑武 战斗中不被敌人击伤 可以提高自己的属性 但就是这样 他的属性也比不过梅普路 小侠忍不住好奇 梅普路的防御值有多高了 李沙劝他自己问 都是队友 梅普路不会隐瞒 科罗姆掏出大盾上前战斗 小侠吐槽 原来这才是正常的大盾战斗嘛 三个人总觉得在这个工会待久了 恐怕大家都会变得不正常了 之后工会召开了会议 科罗姆收到公告 官方即将开启第三和第四期活动了 第三期是收集材料 只要照常来就好了 重要的在于第四期活动 是一场工会之间的战斗 游戏官方同样要开时间流速 为期三天 所以当天成员要是有事 站立就跟不上了 众人一琢磨 决定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工会成员 李莎卷去公告板上找队友 看了一圈下来 目前最受欢迎的玩家还是攻击力高的 第二层高手大部分都会有工会了 梅仆路打算去第一层看看 刚下来他的欧皇体制就发作了 后头有俩女生因为组队被拒 唉声叹气 梅仆路仔细一听 这俩孩子居然也是全点攻击 再看 这不是之前见过的粉绿双胞胎吗 于是梅仆路主动上前打招呼 想邀请俩人加入工会 俩人有些犹豫 因为他们等级都很低 看起来也没什么用处 李莎便邀请他们去甜品店边吃边聊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倾诉的对象 俩人自我介绍了一下 姐姐是蚂蚁 妹妹是游蚁 他们都点了攻击 所以干什么都不太方便 梅仆路太能理解了 毕竟没有攻速实在是难以行动 在梅仆路全点一向能成功 他俩也决定加入工会 李莎虽然想劝俩人 梅仆路是欧皇 没有参考价值 但看起来又觉得也行 毕竟梅仆路有绝对防御 再加上两个输出 先上二层再练个急 保不齐俩人在工会战中 会有惊人的表现 俩人便答应加入了工会 于是梅仆路开着小乌龟 带着他俩直奔第一层boss森林迷路 迷路无语 这俩人有完没完 没开二度是吧 而且这次梅仆路干脆没出手 李莎带着小狐狸 开了剑舞和影分身就冲上去 迷路被四五个李莎弄得眼花缭乱 放出范围攻击 想击杀俩脆皮输出 结果还被梅仆路的恶食给挡了下来 可谓是惨绝人寰 最后俩输出顺利躺上了第二层 面对新队友 众人一边嘖嘖称奇 一边表示欢迎 俩小妹一激动 头锤落在桌面 可怜的木桌当场四分五裂 不愧是全点攻击的输出 这头锤除了梅仆路谁扛得住啊 今天有梅仆路带着蚂蚁和游蚁练棋 练着练着他就上瘾了 趁着一天十次的恶食还在 他决定带着姐妹花 等三人回来后 不但等机提上去了 因为刷副本最快通关记录 姐妹花还拿到了新的技能 侵略者和破坏王 前者能让攻击值提升两倍 后者可以双手装备武器 所以两人以后不但攻击翻倍 还能两手抓武器 堪称一绝 看到没有 跟着欧皇混 欧气也会粘在自己身上 所以没谱路 素来和我贴贴 众人都不知道是该震惊还是该高兴了 正好一字手上有两套水晶战锤 前有同老爷双刀流打穿副板 经由姐妹花双锤干碎boss 策划看了开白 boss见了骂娘 第二天没谱路上前 工会只有伊兹和科罗姆 小奏去图书馆答题 小侠受到伊兹委托去收集素材 姐妹花则被李莎带出去 指导如何躲避攻击 见工会众人都卷起来了 科罗姆也打算出门 找找有没有新技能 没谱路干脆将龟龟借给了科罗姆 他是完全不担心 科罗姆会卷着龟龟跑路 科罗姆虽然感动 但还是打算回去后 看来欧皇的宠物一样是欧宠 姐妹花在李莎的指导下和怪物对战 他们起了 动手了 一锤下去直接秒了 漏网正欲被李莎出手解决 李莎正在指导两人 低敏捷也能战斗的技巧 另一边 小奏成功将图书馆的任务完成 获得了一个魔导书架 消耗蓝条收入图书馆内的魔导书 被收入的书籍将化作技能保留在书架内 书类的魔法可以使用 并且使用储存的书籍魔法并不消耗蓝条 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技能 堪称行走的魔法大师 小霞这边在书籍羊毛 这时梅仆路小窗了他 在面速来剃毛 小霞赶到现场 见到了被羊毛包裹的梅仆路 这欧皇在和灭羊玩耍的时候 又获得了新技能 长毛 小霞毫不意外 只是梅仆路居然往羊毛内注入了毒液 虽然敌人不会靠近了 但小霞没有毒免疫 也没法给他剃毛 而龟龟和克罗姆正在勇闯迷宫 这隐藏秘宫叫不死迷宫 进入的条件 是经过四次以上的死亡和复活才行 克罗姆可是个狠人 死了可不止这么多次 同时战斗后的龟龟也学到了新技能 大自然和精灵炮 这时克罗姆的通关奖励下来 居然也是独家系列的不死套装 完了完了 工会唯一正常的人也不正常了 最近大家伙都在练机 没不路就落单了 落单的乌皇总会遇上些奇迹怪怪的东西 他钻进一个没去过的小巷 果不其然的触发了隐藏任务 不爱的骑士 生病的女儿危在旦夕 母亲委托骑士梅普路护送他去找药 任务条件是保证母亲不死找到药物 策划没料到梅普路的巨大乌龟能带人飞 俩人一路朝着西北方的退魔之阵飞去 下方的森林密密麻麻全是怪物 NPC母亲还在劝他注意安全 俩人顺利取到了治愈的泉水 在回住的路上 NPC坚强的重复剧情 分明没受伤 却脆弱的感谢梅普路能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 保护自己逃离怪物 差点把梅普路给整不会了 怪物你是不是玩不起 隐藏任务自然不是那么好做的 NPC女儿磕了药水也没能挥破 这是任务二出现了 梅普路果断接下 母亲表示 在遥远的城镇上 有一枚可以恢复生命的戒指 梅普路一琢磨 遥远的城镇可能是第一层 恢复生命的戒指 这不是她在第一层打怪捡刀的戒指吗 果然这戒指一拿出来 梅普路当场完成任务 这就是欧皇 NPC还在说 不知道您跨越了多少艰辛才找到戒指 只是拿了个装备的梅普路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但是这枚戒指戴上后 女儿却直接疯了 这时后续任务再次出现 梅普路跟着NPC去找女儿 俩人一路进入森林的长岸神殿 神殿内出现了大量幽灵怪物 数量其余都不说还无法攻击 梅普路只好先保护NPC的安全 没想到打着打着 怪物蹲着一下消失了 这时NPC惊喜到 是退魔圣水生效了 于是梅普路明白了 甭管他第一个任务会不会成功 后续任务都会自动开启 但他完美地完成了前置任务 所以通关就显得非常简单 现在任务进入了尾声 女儿还是醒不来 最后一环任务 现实的慈爱出发了 这一环是需要NPC无伤通关 才能拿到 梅普路接下来的任务 找到了教堂内遗失的天使翅膀碎片 将药物交给NPC后 就见到了小女儿身体内 飞出了个金发大天使 原来他从恶魔手中保护了少女 现在梅普路帮他找回翅膀 可以离开了 于是天使将自己一部分力量 馈赠于梅普路 新的技能到手 梅普路委托伊兹 给自己打造了一套天使骑士装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开技能现身的慈爱 金色护盾在周围张开 队友们被框在范围内 圈内队友的防御值 被提升到和梅普路一个数值 顾若金汤 队友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同时圣剑集结等人 也将目光锁定在大枫树身上 第三期的活动 是击杀牛牛拿铃铛的任务 穿上羊毛衣物做活动 会有掉落加成 所以伊兹用小霞收剧的羊毛 做了一些新装备 梅普路虽然有装备 但因为移动速度太慢 抓不到野牛 于是众人劝他慢慢来 梅普路见平原抓不到 便另辟蹊进去了没人的山里 不曾想一个狡猾摔了下去 梅普路下意识的召唤 恶食大盾滚下了山 结果一天十次的恶食技能都用光了 是现身慈爱中出现过的长按神殿 之前为了做任务 梅普路没有探索 结果今天一进来 梅普路就触发了魔法阵 顿时整个神殿扭曲了起来 Boss出现了梅普路眼前 他对着梅普路张口就是一句 食物送上门来了 浑然不知自己的噩梦即将开始 Boss用锁链捆住了梅普路 然而梅普路技高一筹 用出了技能长毛 羊毛柔软 且防御和梅普路本身的防御之一样离谱 Boss根本打不穿一坨羊毛 梅普路还召唤了乌龟令其巨大化 使用了两个新技能 大自然和精灵炮 Boss捆人不成反被play 当场破了大防 外头的盔甲都被损坏了 他胸口开裂 然后伸出了无数手臂 体内的毒蛇 吐出火焰燃烧了羊毛 就让活生生将梅普路吞进了肚子 李莎半天没说到梅普路的回复 总担心他是不是又在整活 梅普路站起身 笑眯眯的扒住恶魔Boss的内脏开始啃食 一代大恶魔Boss 居然就这么被活生生啃死了 独龙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究竟谁才是恶魔 已经说不清楚了 梅普路也因此拿到了组合技能 渗出的混沌 包含捕食者和暴虐在内 被梅普路立刻安装进了装备卡槽内 反观隔壁炎帝治国工会 咪一熟练的指挥成员拉怪 然后剿灭 众人都对他十分佩服 游戏策划那边 已经的梅普路绝望了 只希望他以后 别再搞些什么奇奇怪怪的技能组合 第三级活动就这么落幕了 梅普路一些抱歉 没能贡献太多力 现在排行榜上的两大工会 已经进入了刚开放的第三层 众人赶紧安慰他 没关系 工会还是拿到了勋章 可以让成员的攻击全部提升3%呢 不过梅普路除了防御值都是0 所以这个勋章对他没什么用 梅普路哼哼一笑 他除了拿到反击技能外 可还拿到了渗出的混沌 于是他准备带着众人进往第三层 但这一次 他不打算让别人出手 眼看着有些难缠的树人boss 众人纷纷给梅普路让路 折见他召唤出和怪物一样的捕尸者 攻击树人boss 众人已经放平了心态 还好 只要是队友就还好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 梅普路将大盾举起 高呼一声暴虐 大盾顿时张开变成黑色圆球 然后不断膨胀成一颗蛋 队友目瞪口呆 就见蛋里出现了一个 类似哥斯拉一样庞大 可以说有几分 密之火星生物及时感的怪兽 怪兽将树人扑倒在地 四肢将其扯得稀碎 动作技术指导 EVA老师说 当时我害怕极了 李莎问他那是啥 梅普路这才解释了暴虐这个技能 失去装备效果 但速度和攻击加50 而且血条是1000 状态消失后 原本的血条也不会掉 在欧皇天使过后 盾娘终于走上不做人的道路了 地奥悄悄点了个赞 第三层风格就属于争气朋克了 众人分头去打探消息 欧皇再次落单 梅普路在路边捡到了一个饥饿的老人 给予食物之后 对方告诉了他一个故事 城中心是前代机械王的主公 如今的机械之都 是第二代王所统治 奇怪的是 二代王创造的机械 根本没有运行的原理 老人还记得 他离开机械之都的时候 城市爆发了巨大的光芒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人类已经忘记了第一代王 城市内的机械 也全都变成了二代创造的机械 等梅普路再问 NBC已经不回答了 充满好奇心的梅普路 决定和乌龟去城中心看看 结果城内上空 烟雾弥漫 俩人差点撞上建筑出灰火 梅普路摔下去 开了暴虐 等解除技能后 他才发现 自己居然进了传说中的初代王宫 这时梅普路在第三期活动 捡来的齿轮浮现 他居然也是任务的一环 齿轮唤醒了眼前的机械 对方自称是初代机械王 可惜身体已经坏掉了 机械王朝着梅普路就要攻击 这时梅普路使用大自然 将机械王捆住 一掌动传了机械王腹部的光球 就在他暴走的时候 齿轮砸进了梅普路的铠甲内 机械王将自己最后的力量 托付给了梅普路 希望他能将自己 遗留到坏掉的身躯毁掉 而这个齿轮的技能就厉害了 叫机械神 残骸朝着梅普路发动攻击 梅普路立刻使用机械师 谁知铠甲直接上演高达变身 当场装载巨大的机械装甲 梅普路只好驾驶着高配机甲 将机械王烘碎 落地后 他看着自己的装备 陷入了疑惑 比起梅普路的欧皇血统 培音等人就是 实打实的高玩家甘地 三人正在打怪练机 负雷去大风树探查情报 欧皇正带着小姐妹 在河边玩水 啊 七八级游泳回 虽迟弹道 两人差着被姐妹花 徒手耗浪给淹没 然而比起他们四人的闲散 攻回另外四人就干的比较多了 小侠和库洛姆 单独出去练配合了 坐在图事馆内 不断更新书库 挑选携带技能 至于伊兹 他在挖矿的时候中奖 拿到一套无法破坏的装备不说 自带剧能既然是锻造台 可以随时锻造道具 四人休闲一会儿后 李莎换上装备 让躲在后方潜行的人出来 梅普路和姐妹花 这才发现 傅雷就在身边 来都来了 李莎不准不让他走了 但傅雷并不想战斗 他只想打他情绑 于是主动提出和傅雷打PK 正好李莎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并没有要圣剑积极的情报 而是选择了隔壁 炎帝之国的情报 俩人进入决斗场 傅雷是火系魔法师高丸 李莎应对他相当的不容易 傅雷有意收集情报资料 结果被李莎逼出了多重臂杖 不过他也逼出了 李莎的攻击诱导和流水 傅雷借拿到了情报 当即投降 并将炎之帝国的情报 告诉了李莎 除了密衣之外 炎之帝国还是有着不少的高丸 虽然用了多重臂杖 但傅雷也按计划 放出了炎之帝国的情报 只希望两边工会 能够预榜象征 李莎怎么会不知道 傅雷在想什么 所谓的流水和攻击诱导 根本不存在 错误的情报 比对方不知道更有杀伤力 扣罗莫感慨 傅雷好歹是游戏区 榜上有名的高丸 李莎能一边和他战斗 一边制造假象 他的有多强啊 紧接着吉祥物出现 解释活动规则 工会站为期五天 将分为大中小三个规模的工会 大风数属于小规模工会 每个工会都有据点用来放置宝珠 宝珠在据点 大工会每六小时获得一点数 小工会是两点 同时也能抢夺其他工会宝珠 宝珠到手三小时内获得两点数 被夺走的工会则减一点 夺走的宝珠在三小时后会刷新 而三个小时内将宝珠抢回来就不扣分 而且这次活动只有五次死亡机会 眼看活动在即 众人开始了最后的练集 等待活动开始后 一行人带上药水换好斗篷 有梅普鲁和姐妹花等人在据点助手 李莎三人出门拓展业务 和玩家切磋 倒霉的白骑士工会不但被袭击了 以为匆匆逃回据点 结果引狼入室 被李莎带着小侠和扣罗姆夺走了宝珠 李莎让两人将宝珠带走 自己出门探路 她一路潜行 先是盗走工会一的宝珠 见对方穷追不舍 李莎立刻带人冲向了工会二 她在外围点火 引发骚乱 趁势摸走了工会二的宝珠 观众们都不怎么看好小规模工会 最受瞩目的还是圣剑集结和炎帝之国 圣剑这边的防守堪称完美 外出组则是觉得 这家伙察觉到李莎的踪迹 将宝珠就给队友带回 自己出面和李莎对上了 两人都是速度流的刺客 抄家做一开谁也不爱 一路从地上杀到天上 实力简直不想上下 但觉得还有神速技能 她一旦快起来 根本看不见踪影 李莎毫不慌张 闭上眼睛开始听一动声音 她居然在看不清身影的情况下 抽刀挡住了绝对的攻击 绝对只是浅浅的试探了一手 见不能攻击的李莎 当即跑路了 李莎深知穷扣墨追的道理 转身直奔其他工会基地 炎帝之国的密衣 带着队友出门讨伐工会 刚搅清了一个工会 还没来得及回收宝珠 就被李莎顺手牵羊了 密衣让人先带着其他宝珠回去 而自己踩着火焰 直奔李莎而去 但就算他由火焰追击 撞上李莎这种 搭配狐狸使用顺闪的操作玩家 密衣追到最后啥也没有 朝着森林无能狂怒后 顿时委屈地坐在地上哭唧唧 干 你居然是个反差萌 同时大风数的据点 也被夺走宝珠的工会 根据定位找了过来 梅普路开启技能 顾弱 现身的慈爱 对面的攻击根本伤不到队友 而后方 蚂蚁和游蚁抄起铁球 打出全程暴击伤害 对面被放倒后 立刻攻击了梅普路 你说打谁不好 打了个罪肉的 这不是打团局开冬皇吗 结果那些攻击 只掀开了梅普路的斗篷 一看是盾羊 一群人吓得掉头就走 可来都来了 哪里还有走的选项 好好一个工会 惨遭两次淘汰 与梅普路等人的隐秘情势不同 培音基本上都是一挑整个工会 不可是游戏内的顶尖玩家 宝珠收集到最后的蓝的数了 这两人将目标锁定在大风数身上了 梨莎一晚上的努力 收集了十颗宝珠 三小时过去 虽然分数上升了 但宝珠也自动刷新回家 梨莎干脆放弃休息 决定再出门跑一趟 显然为了工会的排名 这位高玩也是操碎了心 不过小夏却能理解 越到后期 中小型工会就被淘汰的越多 要刷分只能趁这个时候 这也是梨莎这么拼的原因之一 这时小揍也决定出门寻找宝珠 梅普路有些意外 不过小揍也是为了给梨莎分担一些压力 见小揍离开 众人知道 他们带回的宝珠 同样会引来工会的敌人 于是库罗姆等人出门伏击 东内就用梅普路和姐妹花助手了 铁盾高宫 谁来谁死 小揍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连宝珠底座都给人家薅了 梨莎在开启杀戮模式 连串了十个工会 对面根本追不上他 恨得咬牙切齿 就在梨莎累得有些受不了准备回去的时候 狐狸突然警惕了起来 这时圣剑积极的成员将梨莎团团包围 梨莎奋力潜逃 然而不管走到哪里 都有人在围堵 见弗雷带着成员在端塔 梨莎估摸着自己是逃不掉了 他打开聊天频道 给梅普路发消息道歉 弗雷以为自己拿到了梨莎的技能情报 掐着攻击诱导和流水的冷却时间指挥 结果被梨莎反将一手 他一个人带走大批成员 弗雷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在发动攻击 被影分身躲掉 同时圣剑的支援也到了 弗雷松了口气 举起法杖就要制裁丽莎 没想到梅普路从天而降 让乌龟打开石墙 在石头后方直接展开机械神装甲 全武中输出下 暗红色的机械光扫射了整个山头 剑胜这波大亏 然而弗雷也不是擅长 见梅普路出现 他直接给游走的绝德发消息 现在正是偷家的好时机 无奈就两个脆皮 高尚的输出 梅普路被绊主脚步脱不了身 见绝德突然出现 俩人立即联系其他队友返回 但此刻小揍还在远处 科罗姆在基地附近和伊兹遭到袭击 他被人群偷袭 血条直线下滑 结果触发装备效果 HP下降至0 有50%的概率进入不死状态 俩人虽然收到了消息 却无法立刻回去支援 小霞也遇到了前来伏击他的人 炎帝之国的绷剑辛恩 俩人在第一期活动中就是对手 上次辛恩落败于小霞 这次他不只是来打招呼 还要击败小霞 绝德的出现 让俩姐妹拿出了十分的魄力 有李莎的指导 两姐妹拎起锤子就是一通攻击 绝德速度再快 在狭小的地方 还是会被这种高弓震动逼腿 血条被余波蹭蹭就岌岌可危 绝德趁着姐妹花联手攻击自己的时候 顺身出现了两人身后 逐一解决了对方 绝德松了一口气要去拿宝珠 这时梅普路带着李莎杀了回来 现身的慈爱一开 梅普路召唤捕士者 同时龟龟使用大自然挡住绝德 绝德甩出短剑攻击龟龟 但有穿透的攻击 从龟龟那里反刺到梅普路身上 李莎察觉到这点 对面绝德已经被捆住 让捕士者给吞了 消失前还不忘放出下次还敢的狠话 绷剑的技能是将自己的剑 化作石兵小刀袭击小霞 小霞立刻拔刀 将心恩的飞刀扫开 然而绷剑当场分裂成二石兵 小霞原本的技能根本挡不住 这时绷剑以为圣权在握 没想到小霞直接闭上眼 初始太刀 嘘 头发随着技能变白 小霞神气合一 绷剑傻眼了 人呢 只听身后传来女生 绷剑头还没回 就被斩鱼刀下 姐妹花儿复活后 李莎和小揍都将自己抢来的宝珠拿了出来 一共凑了22个 外头来讨伐的人几乎都被团灭了 知道这里一手难攻 也不会轻易过来了 于是李莎提出使用B计划 原来她在外面拼命抢夺宝珠和逃窜的同时 还制作了一张标记宫会位置和地势的地图 高丸制作的地图 我们一般都管它叫高德地图 咳咳 而这个B计划 就是释放梅普路计划 有了地图 虽然他们这局要尽量隐瞒机械神的技能 不过以梅普路的防御带上俩姐妹 那简直就是个移动要塞 还是在暴击伤害的那种 李莎连攻击顺序的想好了 说完李莎就直接困得倒地 梅普路则带着姐妹花出门放疯了 梅普路一出来 别的工会玩家简直想哭 又是捕食者又是姐妹花 虽然抢的是宝珠 但字里行间充满了痴人 三人扫荡了一圈 呈小乌龟直奔第十名受害者 炎帝之国 炎帝之国好歹是笔尖圣剑的大型工会 蜜依正在外面扫荡 家里有牧师和陷阱师驻守 他们在得知乌龟来的时候就知道不妙 立刻叫人通知蜜依诉诉回家 结果梅普路已经杀到了现场 在绝对防御面前 一切陷阱布置一题 不过陷阱师也布置了针对梅普路的缠绕 然而一栋泉水带了俩沟地塔 植物跨出咔嚓咔嚓就被敲碎了 剩下的陷阱 梅普路的防御姐妹花开到 对面根本扛不住 陷阱师让队友回去拿上宝珠撤离 他和牧师则驻守的原地 梅普路兜头就是一捧毒液 牧师解读后 陷阱已经扔到了梅普路脚下 不过很快就被俩姐妹捶烂了 眼看梅普路步步逼近 这时一道火光从天而降 蜜依来了 蜜依的炎爆将梅普路击退 这样一来 蚂蜜游一就离开无敌范围了 陷阱师阻断三人会合 蜜依释放技能控制梅普路 不让他使用掩护冲锋打支援 梅普路召唤出捕食者 挡住险些落在姐妹花身上的攻击 蜜依人麻了 居然还有隐藏技能 梅普路被打断技能导致无法靠近 他召唤出规规 事宜让姐妹花先走一步 蜜依本想捕刀 却被梅普路技能拦下 恼羞成路的会长决定改变方案 使用多段贯穿攻击 对梅普路持续输出 不给他丝毫休息的机会 这样一来 梅普路的恶食就超出使用限制 然而一堆攻击砸下去 蜜依等人还是没能把梅普路挂死 他磕了要准备再来一轮 没想到之前撤离的成员跑来支援 这群人的出现 给梅普路带来了转机 他用精灵炮朝下方吐息 蜜依赶紧丢技能挡住 神仙打架 凡人遭殃 几个成员当场暴毙 梅普路趁机上前 用毒龙技能清理一拨人 牧师给蜜依去毒 蜜依攻击仍然没有停止 但如此庞大的数量 也只能打断梅普路 造成的伤害根本不过看 这里可是炎之帝国的据点 让他们撤退是不可能的 蜜依决定使用毒条大招 让两人帮忙争取时间 梅普路见对方攻势弱下来 立刻朝前发动攻击 这时蜜依的火焰军将梅普路锁住 持续吊集的技能 穿透了梅普路的盾 上头姐妹花有些担忧 梅普路见这情况 他两手一摊 我不装了 我摊牌了 机甲少女拔地而起 对面三人直接看啥了眼 这什么东西啊 这火焰和暗红色的机甲对拨 拼的就是魔法和科技的对空 当机械师的红光穿透火焰 攻击到牧师和陷阱时 蜜依终于想起被机甲支配的恐惧 肉的一体不说 伤害还巨高 暗红色的炮弹光束直冲蜜依 被挺身而出的牧师挡住 三人准备撤离 同时打算将情报交给星恩 没想到梅普路根本不给撤退的机会 飞起来就是一个全炮门展开 直直让牧师和陷阱师炸没了 蜜依被牧师的盾救了下来 他不打算就这么坐以待毙 蓝条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于是蜜依一个飞扑 抓住了梅普路的脖子 他浑身燃起高温的蓝色火焰 看这架势是打算和梅普路同归于尽了 爆炸的巨响和烟雾传遍整个山谷 梅普路从废墟中钻了出来 吓死了差点给我铠甲挂花 看到没什么叫行走的boss 打印后 梅普路准备去取宝珠 结果发现人家早带着珠子跑路了 无奈梅普路只好带着姐妹花 向附近洗劫了一圈 另一边 失手后 李莎看了一眼 现在大风数排在第十位 是个相当危险的排名 不少混子工会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李莎决定今晚展开行动 于是调整了驻守人员 六人分两只小队去搜刮宝物 伊兹和小揍则在家防御 李莎带着姐妹花 高空高速 搜搜解决了对手 而梅普路则带着科罗姆和小霞 空降袭击 经过一晚上的奋战 一行人成功将排名推到了第八位 眼下战斗进入尾声 不少工会都超过死亡数量被淘汰了 李莎推断 他们现在处于疲惫状态 梅普路的恶尸也用完了 圣剑集结可能会在今晚袭击据点 毕竟人家之前放过狠话 事实也的确如此 培音知道 攻破梅普路只有现在了 李莎猜到他会来 但他猜想的是整个工会一起 准备在几人来之前 带着宝珠跑路 让对方扑空 然而培音对实力很有自信 直接放弃了大部队 带着工会内 四名顶尖高丸 堵住了大风数据点 此刻正是欧皇和甘地之间的对决 四个人就赶来 显然是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梅普路打开现身的慈爱保护队友 李莎释放加速 想打速攻 被培音的剑砍伤 觉得挡在接住李莎的小侠眼前 大斧头多拉谷 试图攻击姐妹花 被科罗姆的技能阻碍 负雷直洗宝珠 遭到了伊兹和小邹铁臂般的防御 梅普路G203遭到培音的穿透伤害 李莎让他断开群体防御 而培音等的就是这一刻 四人同时开启强化效果 培音一个瞬移 穿透剑落在了梅普路身上 就前他的血条急速下滑 梅普路被砸到墙上 触发了不屈的守护者 血条下滑到一 在培音看来也没有抢救的机会了 他斩断梅普路的毒龙和捕食者 一字提示 梅普路用掩护冲锋 没想到培音将他一剑送走了 众人再想打支援已经来不及 科罗姆被多拉谷一斧头 砸出死亡所有血技能 好家伙50%的概率当百分百用 李莎也被弗雷抓住机会锁在原地 小狐狸被绝得解决 他朝守着宝珠的小揍走去 小揍反抗后带着宝珠准备跑路 这时培音补了一剑 小揍也倒下 眼看他狙起武器就要攻击梅普路 关键时刻 梅普路直接放弃大盾 将手上的机械炮漏了出来 这一炮吃下了之前培音在梅普路身上打出的伤害 如今全部返还给了培音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 培音也有不屈的守护者 见最后的绝招也无了 梅普路直接召唤出暴虐 培音只来得及斩断两只手臂 就被梅普路抓着塞进嘴里 他吃人了 他终于走上吃人的道路了 另外三个玩家傻眼了 绝得都被揍得没脾气了 三人被梅普路抓起来 一顿撕咬当场记了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活动还没有结束 一次等人复活后 就被梅普路吓了一跳 毕竟一天就一次的技能浪费了 都划不来 李莎觉得梅普路底牌暴露了 要是下次圣剑集结再来 他们就真的不一定打得过了 李莎一和解 反正前十是没问题了 干脆今天晚上大家一起出动 将别的工会剿灭 防止分数出现大的波动 于是玩家们的噩梦出现了 听见动静朝草丛看去 结果里面钻出个异形 直接从战斗类游戏变成恐怖游戏 由梅普路开路 对那其他人都杀得急了眼 轻轻松松就将工会的其他人 全部解决了 被淘汰的玩家也明白他们的计划 见梅普路放弃天使 变成吃人的恶魔 他们心中还是有几分说不出的复杂 负雷不甘 不过圣剑集结这波并没有亏损 宝珠也都还在 依旧是稳坐第一 他们也知道了大风数的清洗计划 另一边 梅普路等人杀到半路 发现炎之帝国的位置正在战斗 于是李莎便让梅普路过去一趟 炎帝之国在此前的战斗中 四大主力损失三个 民一复活后力挽狂来 又抢夺了不少宝珠 将积分拉了回来 现在大量工会敌人围在外界 他们好不容易轻搅一波 米一就收到了情报人员递来的消息 疑似梅普路的怪物朝这边赶过来了 想一想大风数的骚操作 米一心想 既然活不了 那就把所有人都拉下水 周人这才大起精神 米一将敌人击溃 自己的蓝条也不多了 眼看包围的人越来越多 这时一只巨大的异形从天而降 米一吓得要死 就见怪物张口 光束从他口中吐出 将周围的敌人扫清后 梅普路居然没有动炎帝之国转身就走 陷阱是纳闷 难不成是之前的赔罪 米一却知道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 李沙是打算用炎帝之国拉仇恨 最快速度聚集其他工会过来 梅普路正好能一套全秒了 再看看隔壁的圣剑集结 显然对方也知道了他们的想法 周遭聚集了不少工会 于是李沙和小兔对视一眼 对梅普路使用了影分身和多重幻影 两大工会的成员看傻了 虽然知道梅普路很梅普 但这宛如哥斯拉一般的图虐场景 是怎么回事啊 从存在上就已经犯规了好吗 在这三个工会的合力绞杀下 很快游戏内部就被清场了 最后只剩下七只巨大的 哥斯拉屹立在废墟上 原定五天的活动 因为大风数的搅居 活下来的工会只有六个 官方不得不在第三天结束了比赛 策划都疼 这次活动的前十日报酬都一样 接下来他们也只能剪辑一些精彩镜头了 不过策划们都知道 至少一半的镜头都在梅普路身上 有人问要不要继续削弱梅普路 确实是个好法子 不过其他运营却觉得没必要 因为梅普路现在算是新游戏玩家的偶像 不少人都是因为他进的游戏 也有别的玩家把梅普路当做boss耍 总之大家都挺开心的 现在削梅普路只会适得其反 梅普路不知不觉变成了半看板娘 策划叹气 他们根本没法预测梅普路下一次行动 愤愤猜测他究竟在干什么 有人说在啃武器 有人说怀疑在啃武规 结果一看画面 一坨羊毛机械神在天上乱飞 于是策划们停止了思考 大风树这次活动拿到了第三名 梅普路十分高兴 于是在工会内部办了一场进攻宴 这次活动都拿到了数值提升的buff 进攻是好的 科罗姆不能理解的是 为什么除了几方的成员外 炎帝之国和圣剑的人都来了呀 全服最强的玩家聚会 几人都是突然被梅普路打招呼带来了 显然梅普路不一定是最强的 但绝对是人员最好的玩家 谈话间众人看到了之前战斗的剪辑 不由得感慨梅普路技能的离谱 当听到他的防御值快突破五位数的时候 全员陷入了沉默 梅普路纳闷 自己明明很正常的在玩游戏呀 这下可捅了娄子了 究竟哪里正常了呀 这就是欧皇的世界吗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爆肝二号鸡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